朴槿惠表示,朝鮮半島信任進程是持續進行的過程 南韓將堅決應對北韓發起的挑釁 但如果北韓重返談判卓,與南韓進行對話 將努力建立互信,實現共同發展 克利指出,對於北韓的任何挑釁和威脅 美國將會與南韓政府一度嚴厲應對 南韓對北韓政策較以往有所改善 美國將繼續與南韓緊密合作 關於修訂韓美核能協定問題 朴槿惠表示,希望發揮創意 本住互惠互利與時俱進的精神修改協定 克利表示,希望兩國在互信的基礎上達成圓滿協議 克利還指出,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已一年 目前兩國經貿合作取得顯著成效 希望今後兩國進一步擴大經貿合作 朴槿惠對此表示贊同